爱是一个圆满的祝福 一群默默行善的老公朋友们 带给我们的城市一股真善美的力量 欢迎收听《做纲人的爱》 欢迎收听《做纲人的爱》台南做工行善团 我是主持人王美霞 这个广播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所赞助 每周一到周五11点 在城市广播网的频道播出 这个狼矮这个节目邀请做工行善团的修缮志工 意见志工赞助单位修缮志工家族 以及接受帮助的弱势家庭依依来选生说法 十年来这些志工利用假日的时候 修缮了许多的弱势家庭 他们所修缮的范围遍及台南37个区 以及外县市屏东云林南投嘉义等地 他们的爱是一群永不打烊的软流 为我们城市增添了许多善良与骄傲 那我们今天所邀请到的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志工家族 为什么讲很特别呢 因为有一次我们去拍摄这个二手家具的时候 那天天气非常的热 拍摄时间又很长 突然拍到一半的时候 然后呢我的先生刘邓和也是我们这次在做这本书的采访 所以刘他来告诉我说 我告诉你 我吹了我妹妹呢 我说什么妹妹 我马上摸一摸我们视障的头说 你是拍太久脑袋热昏头的吗 他说没有 真的 离散了十几年没有联络 不对 几十年没有联络的妹妹 就是她的唐妹刘秀英 因为这样缘故非常兴奋 从此以后呢 我们在志工家族里面又更添一个家族的感觉了 很温馨 这是我们今天之所以做这一次的节目的理由 我们今天所欢迎的是 台南市由企业职业工会的志工家族 夫妻党吴红兴刘秀英 大家好 王老师 还有我们邀请了这位 发现了她的唐妹的摄影 就是刘登和先生 大家好 我想呢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奇妙姻缘 我们先揪斗一下 待会再告诉各位 这个怎么会在一个志工的现场上 发现了几十年没有见到的唐妹呢 这姻缘太可爱了 但是呢 这个可爱的姻缘的起源者 当然也就是我们这个夫妻党的 吴红兴跟刘秀英了 我想请问一下吴红兴先生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加入这个做工行善团的 我差不多104年还是105年 开始加入 是由我们游戏工会秘书 李美芬小姐 在跟我聊天的时候说 阿姓阿姓 你要不要加入志工啊 修善 我说好啊 阿朗就这样子开始加入 游戏工会的志工到现在 所以刚开始加入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秘书李美芬 她来邀请就对了 是的 你当时为什么义无反顾 她不跟你说要教人 没法在教人家出现 你水母去吃饭 不 因为我想我家而已 只说大家 兄弟姊妹 大家娃娃娃 过日子的时间也很快 所以你一个人加入出去很快乐 你太太那时候呢 她的村庄在那村 要照顾孩子 还要煮山等煮 煮饭 我们老爸吃 所以没时间 所以早期的时候是 您一个人加入这个修善志工的行列就对了 是不是 是 那后来刘秀英你是怎么加入的 这个 刚才问我说 有时候要去做志工 是喔 想要做志工没有也来看看 你先去见识一下 看那个厅好不好吗 不是啦 我老师跟她说 我们爸爸 大家做志工 回来都很快乐 那你都唱海海 这吉兆比我玩过 对 你去过看看 你自己去过一下 放族工妈妈放很漂亮 对喔 了解 不然你不成竞 你说牵着这么高去看看 我去过一下 好 我来看看 了解 大家回来都笑微微 对啊 所以你结果看到的结果是如何 我去回来我笑微微 是啊 换你笑微微 我来帅哥很多 原来这样 因为大家开始笑 我跟你说 最初都变帅哥 然后最初变美女 所以大家笑得都很漂亮 你说这句话 你那个美粉 也就是我们李美芬 这个秘书一定很开心说 哎呦 原来我们这个秘书就是替您制造帅哥美女的最好的推手就对了 对 所以你这样做多少年了 两十年过了 三十年过 在屏東三乡那一棟 那一棟开始做 在那一棟开始做 很逢的一棟 哇 待会可以 因为我们对那一棟 那一棟在那一棟 那一棟在那一棟在那一棟 就说没有人 你待会等纪念没出来做 我就说好啊 哦 了解 所以我问我 没说 你敢去屏東去途 有 你又知道 这个男人的心思就这样子 你就被拐了 秀英美美 你也太老实了 那你就去做第一场了 对不对 哦 是这样子哦 去屏東 敢去途 哦 没错 一般他们做几天 都半天就回来了 我去做到五点才回来了 都在做工 我就说我头一次 落下一海做这么久 哦 了解 他途中了 不是 那棟我比较大棟 比较大棟 所以他们做两天的 我做一天而已 他们够一天 还做半天的 哦 了解 所以其实那时候 说真的要那么远的路途 也没什么好久人 可是你阿兴真的是一个好人 你知道吗 人家就怕了 谁是你 所以一种啊 躲在一起去看看 就说你自己也要笑蜜蜜 我想问这两个笑蜜蜜的帅哥跟美女 你们在做工行善团 主要做的内容是做什么 我们的主要做的就是说 就应该補的 有空的应该補 要整理的 我们大家整理你的 然后就开始 油炸粉刷 哦 所以这 他月都差不多 每天都差不多了 很多他要去做的处理 有些 一些实际的东西 我们总要在那里做的 那在那里 人家说骨旁爱无热 比较不热 比较不理想的所在 我们才去找找的 然后就开始有一个美化的作用 所以你是人家的门面 负责拉皮 美容 我是室内化妆师 了解 哇这个词超棒的 不怪我们越看 菜料越漂亮 大家笑得越高兴 你家里的时候 主要是做这有期的工作 那我们秀英做的是什么 我这里有二十几年了 真的假的 真的 我等一下再来问 但是你家里 你也是 他驾车你叫什么驾车 他倒手你也倒手 他抖手你也倒手 他抖手你也抖手 还是这样 对啊 我这久 出来二十多 早上美好的波 好 这样 没关系 你稍微沉淀一下 我待会一定给你申诉 才可以对米露早上美好的波 但是米露去做 修缩的时候 你怎么跟阿虚那样 他抖手就对 你抖手就对 这样做 其实我们对你印象很深 是你们去做二手家具 二手家具 其实你们那量很大 没差 因为我们传统队做油车 就是室内对设计师 做油车 做油车 烫手的类 所以那种对我来说都正常的 都会经理股的家具 因为家庭也是都有旧家具在经理 所以你们旧家具应该属于你们美化了一部分 对不对 所以那次其实我看你们做的蛮多的量 我就想到说 台南因为最近这个有几次 因为下大豪雨的关系 所以事实上有很多户的淹水 像白河那个栗子 我就发现 就是因为你们平常那样 插入水水 二手家具就烘起了 希望遇到水災 受災户没加剧 水送给他们对不对 这有备无患真的还不错 那你们有没有算过说 像已经开始做到近 差不多你们一九月出来出勤的时间有多少 不一定 你有分组吗 没有 有吧 没有啦 我们没有分组 因为那个身体分组 如果我们说有型的 我们美文小姐都会比较 所以说等那个网络贴文 说有型的就出来做这样 就有人说有时候 有时候会比较少的 就说啊 事实上我会叫一下 不过第一就说 要多少工就叫整个人 这样就对了 不过台本中也好 自工自己报名出去做 所以你有成立一个志工报名的系统 想要做人的对来做这样就对了 我们有一个志工的群体 哦 全体 你怎么有算过 差不多一九月你们出来几次 没有啦 这没有算过 因为都有出来就有做了 不过第一就说 专门就看这样 说台本中有需要做的 因为要来算那 我们自己的朋友 是要有拜到拜五工作 在那很忙 所以没有那个时间去来算 哦 这样哦 所以因为那个 因为我记得我们志工团的 木工工业就说 来做没有一天 心情比较轻松 所以那心情轻松 都没有在算我当时就对了 做多少就对了 对 我要讲 然后说 每一次我去看做工的现场 我们真的是很热啦 也很辛苦 大家这样 卡在那小小间里面 最后要给你们油菜工会来 你们这个油菜工会很特别 大家都这样 很厉害怕大量 很厉害热 你们把这个假日出来做工 当作怎样的心情看待 大家说 大家在那里面热 当做工出来 那烤肉鲁油 大家说要虚虚花花节 时间过得很快 真的哦 所以这样的假日 后来就变成你们两个夫妻 其实只要有时间都会出来的 一个生活的常态就对了 所以我就要问一句 做这样的事工 你快乐吗 快乐 快乐 这么快乐 还是需要专业来做支持 我们休息一下之后 但我们再问一问 我们吴宏鑫先生 怎么样进入这个专业 然后用专业快乐的服务许多人 爱是一个圆满的祝福 一群默默行善的老公朋友们 带给我们的城市 一股真善美的力量 欢迎收听 这岗人爱爱 欢迎回到这岗人爱爱台南做工行善团 我是主持人王美霞 今天我们所邀请到的贵宾是台南市有企业职业工会的事工家族夫妻党 吴宏鑫 刘秀英 以及蛮特别的邀请的一个贵宾是我们台南浙钢狼矮这本书的摄影 那也就是刘登和先生 那因为在这样的过程之中 这真的是一个家族跟家家族的一个很好的节目 因为刘秀英跟刘登和两位是堂兄妹 几十年没有相见 却在我们的志工修缮的现场上彼此认出了小时候的妹妹 好 那我们现在要谈一下是说 刚刚我们在前一段里面我们提到了这个 吴宏鑫跟刘秀英用他们的专业呢 来服务我们的这些修缮 我想请问一下吴宏鑫先生 刘秀这堂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专业 你是怎么开始学校的 我是国中比较那时候 就是对一个阿弥塞俄的 以前那时候有分 总有分那个厨长跟那个民事长 我们那时候做我们都做民事长 跟总厨长那时候都叫职职 我想请问一下 你说的总厨长跟厨长 我听说民事长是什么意思 总厨长就是民事长第一个个人 对 厨长就是大老 哦 了解是一个名家就对了 人家啦 还是说你包大厨的工厅就对了 所以是两行都做吗 没有 我以前那时候 我做的都做民事长 哦 是吗 做人家的啦 哦 了解 还有这个做厨长的 哦 了解 然后第一次做 做差不多做冰的时候出来了 想要做冰前 让一段时间差不多半断幕就做 对 那我们就说 退后后回来 就想我带我带了 那时候没什么要做 因为 有点过有时候有的没的 就没什么想要做我 我没有说 你没买就做 不然你要靠我来吃 哦 了解 这几人重大了 我没再来做油菜好了 哦 了解 那时候让一段时间三四年 经过没来做 然后再来做 哦 实在一天 从头做起 对 顶头就再起来 那时候再做而已 第一开始 那时候 跟着店做后就开始做炒 把肥子拎熟 了解 噴擦 对 那做做做 就是说 哇 这个 整成功的 怕死高人 还要多嬰 嬰死 我母的我妹 第一 她经常说嫁 刚才说嫁嫁 快嫁 哈哈哈哈 我那时候我没有告诉她怎么骁 因为 我刚才二三个月的时候 阿塞有说 要去骁骁 我们就照她骁 自己想骁骁就对了 对啊 所以我第一段 照她骁 她骁到我母的胜身 刚去骁骁的 对 我母常骁骁的 我来骁 她骁骁的 都骁骁的 三个月的分钟 太厉害了 哈哈哈哈 你就是骁骁的不对了 但是你没想到说 从你之前的虚实有没有了解说 如果没有你母来你帮你 你针 特别是油漆界 病病病病 要去骁骁 所以骁骁 在骁骁的时候 就去骁骁 她才会知道 要替唐妹讲一句话 你这样不行 真的 是来 那唐妹说话了 那个时候呢 您是怎么开始去学油漆的 一阵子比较大 大概5、2、2年 我想一阵子 一阵子 还是要接到嘛 对 台湖很乘抬 就叫我去做小孩的工具 逛逛 我说不好 逛逛她跟我说 去骁骁骁 我骁骁骁 骁到骁骁 骁到骁骁 骁骁 你手刺皮 还是骁骁骁骁 兩個都沒了 然後 才以來外頭看到他跟他做得很慘 他的年食都沒了 了解 開始氣味了 你剛才怎麼沒了 然後他撒回去定年食頂盆 頂盆的來 你再跟他沒了 沒了好洗 我跟他沒了 很好洗 這樣喔 我年食也沒了 都 環世起頭難 現在變成山 你中間的壁館是怎麼回事 那他做過 媽媽看的最大嘴 他跟我說 茶壁有問庚 有啊 我也看不太有問庚 看一看而已 茶壁誰做問庚 他說沒了 我們就看著沒了 你如果媽媽惹說 這樣看 不可以抹到近代 不可以年食 不可以抹到 了解 所以壁館就把他惹起來了 所以沒了 好美 久了比較沒洗 了解 一定是 這也是你聰明的地方 所以你現在才有辦法說 你兒子拿一支菜籃 你也是一支菜籃 跟他拚拚好 對不對 你如果沒有那支菜籃拿到專業 你的堂兄就沒去發現了 那天劉登賀照來跟我說 蛤 我很堂妹耶 十幾年沒看到耶 我說真的假的 我老公發燒了耶 來來來 我們要請劉登賀來講一句話 那天我們是去二手家具的拍攝對不對 拍攝現場你怎麼去發現這個奇蹟的 那時候聽起來很熟悉的聲音 怎麼像是 這感覺怎麼像是小時候的 對 只是某人就是感覺啦 對 但是也不知道說 竟然是我的堂妹啦 那你後來怎麼發現她是堂妹 因為她講的話 跟我的整個親戚的環境有一點關聯 就是我補充一下 師匠是海口人 所以你們海口人都對就對了 對 對 對 口音非常的親近 对 说的那个语会也差不多 对对对 所以我有联想出来说 我小时候可以吃到这么多的 应该是我的 亲家后生的 很有可能 最想的很有可能是什么人 了解 不然会想到太多人了 手牙的你的相对很久就对了 在想说是什么人 对对对 所以后来才发现说 有可能是他们的 你们多久没记住了 应该是 我小时候 是都 那时候都不爱讀一年 要走三公里去到国小 了解 这走的 所以那时候都经常他们的 年龄到中秋 要那些走的 要那些走的 了解 所以那时候 有时候都会抵抖 抵抖的都会老师妹 所以有时候看不可以的时候 我干脆来逃学 真的假的呀 小时候逃学 逃学那时候太阔了 所以都 有时候就是说 我们逃学的时候都去砸桌 砸桌了 去欧乎柳 做什么 回来的时候 关米油仓库 假装说去学校读得很辛苦 对对对 那秀英是你小时候逃学的同伴吗 对对对 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 唐妹 是你唐哥拼得对 大家就得好 唐弟 唐妹 这位 这位 这位逃学 对 你们就不简单 你们现在大家都很专业 还有政材 还有看人家 那书生分子 觉得小时候都是逃学的 了解 不错 我们小时候 整个政材 因为我们躲到处兵 我们躲这位 了解 这位 这位要躲到处兵 大人的逃学 好 了解 后来怎么认出他 就是因为他的口意 怎么对起来 你怎么去问他吗 没有啦 我看他在那里 我就会认识他 我来看 这就是我唐哥 我就找他给他叫 噢 了解 从他看到我向你送 我说我就送你 你不知道 就说哦 你就送 真是非常感人的 做工行善团的现场 所以后来他跑来 跟我讲的时候 他说 你知道吗 我刚才有个唐妹 好久没有见到 那种兴奋的心情 无法形容 然后我就走过去了以后 我就想到 这位是谁啊 我刚刚拿相机在拍的时候 刘秀依那时候 我不认识他 我也不知道他的唐妹 所以他就跟我说 老师 你那个相机 焦距要对好 要给我拍漂亮一点 我想说 我对他印象很深 我说好 他说你要记得 那个皱纹要给我去掉 我说那我记得了 那你要拍我那个最好的身材 那我也记得了 拍完之后 我就开始去忙我自己另外一趟了 然后后来等到 事上来拍 拍我跟我说 那是我的唐妹 其实我真的吓到了 但是你知道我们台湾人 真的也觉得就是一家亲嘛 难得会在一个修缮 这么温暖的现场上 看到自己家 那种感觉真的是很温馨 我就走过去了 那时候我到现在印象很深刻 秀因听到我弟就要就说 阿贺瑟 我这早就去家里了 我害得我有点不好意思 我说你是怎么去家里 我说你叫我瞎做文啊 我说干扰啊 为什么 他说你也有美女跟我说 阿贺瑟 黄老师今天要瞎做文 我说我小了 就不需要认识的人 叫我瞎做文 那很痛苦的 真的喔 叫黄老师那我瞎好了 那我是唐嫂 我了解 所以其实呢 我看到这段对话之后 我有一种 我不知道如何形容的心情 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其实我们在去拍摄 尤其志工已经非常多次的现场 直到那一次因为在二手家具 停留时间非常长 那也是因为由于失障 她的一直迟疑 然后让刘秀因觉得说 我是给我堂哥练一下 然后认下来之后呢 我觉得那一生的惊讶 会让你觉得 只是有很多家庭的温暖 你就可以把那种感觉放到一个 志工家族上来讲 我觉得做工行善团 那种家族的温暖感觉也是这样 我都没有意识到 我今天请的所有志工家族 写他们的基本资料 而我自己呢 来做修改的时候 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困难 可是即使困难 他也不会举手说 叫我兄弟设下就好啊 真的没有耶 完全不会耍特权 然后另外一个是 我觉得也是因为家云固 后来我每到的一个做工行善团 去拍摄现场上 我总觉得那里充满的温暖 我们应该会发现很多更让人感到惊奇 而且呢更让人感到卧心的事情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跟他们一起谈谈 爱是一个圆满的祝福 一群默默行善的老公朋友们 带给我们的城市一股真善美的力量 欢迎收听这岗人爱爱 欢迎回到这岗人爱台南助工行善团 我是主持人王美霞 今天我们所邀请到的贵宾非常特别 一组是台南市由企业职业工会志工家族 夫妻党的吴宏欣刘秀英 那另外一位呢 是我们台南做工行善团 这本书《这岗人爱》的主要的摄影 跟这个加入我们整个资料整理的柳登和先生 因为呢他在这个做工行善团 当时在二手家具的一个现场 竟然不小心发现了 他那几十年没有见到的唐妹 那我刚刚在节目中我也特别提到说 他带着我去认这个唐妹的时候 唐妹就给我叫一声说认识 我觉得那种感觉 真的台南人无限温暖的感受 我不知道当时在这样的一个现场上 有这么样的惊喜 那刘登和先生你的感觉是什么 这个有一点就是做好事的话就会有善缘 没想到善缘是在你们的家族里面就对了 其实我也是因为嫁缘故才知道说你有一个这么优秀的唐妹 为什么优秀呢 后来我们家族在那天之后 这件事情成为我们家族中最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就对了 所以我的小姑王二伯二嫂他们都来 大家在跟秀英我们在line的时候 他就讲说 他也知道那家族中最热烈讨论的 什么时候没遇到这心遇到 真的是一个好地方 我就在想一个概念是说 刘登和先生你还会不会有另外一个唐妹 是在另外一个做工行善团的家族呢 有可能 所以您也请您多多出场去拍摄 我又可以认了一个可爱的好妹妹了 那我想其实我们要回到我们这个做工行善的一个修善的例证里面 想请问一下我们吴侯欣先生 你做了这么久 你感触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我感触最深的就是 看在白人家 看起来 漂亮 手里很完整 这是我做这种最大的快乐 是喔 你有比较印象像像今晚间 今晚间有时 应该一定是在整个人来 在人籍的地方 我看到一个新住民 他嫁来台湾 他不知道是 执灾我记得 执灾三位 我看到他 我去修理的时候 他带到那小孩 修理好了 他带到那小孩 出在外面 他带到那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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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到那小孩 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就如同你在文字上写说 看到那些被你帮助人的那种 善意感谢那种尊诚的心 其实你也同时被他们温暖了 对不对 对 那种感觉 那修理跟着 你的先生出来 也做了蛮多场的这种职工 你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最深的感觉 去那里面也做到那里面 我的感觉 觉得去看到一个家庭 两个孩子都没有做正常 我还有一些人 我想我们小孩很散 的时段 所以让我们过来很辛苦 不过去生了 还没有像这样说 甚至是建权 对 这样还很感恩 我看这样 我也是说 四大人 我去做一种 那孩子这样 未来的路很长 这样也不知道如何 也觉得这样很可怜 了解 所以其实觉得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其实感觉是蛮感触的 所以说 看很多这种 有的孩子都 有的家庭 真的 有的孩子 家庭比较散 有的看到那孩子 其实现在头脑不好 我们就会说 未来怎么走 对 其实我一直觉得 这个堂妹修音 是一个很善心的 还有你很厉害 你常常就是笑嗨嗨的 可不请教你一个私人问题 为什么我们志工团老叫你小龙女 没有啦 那是 催促过一个油漆师傅 他都看我两个人 我就跟我们说 他说 你老公就是杨菇 你也叫小龙女 我说不是啦 他是男菇啦 带到我他就很男菇 了解 他这样 和解 和解看到 杨菇 我说不是男菇 了解 你可以颠覆一下 其实每个人有自己的自我形象 但是我觉得你有一个很善良的心 感觉很不错 尤其是他提到说 在童年的时候 说真的因为 他们的家庭 从我先生的身上我了解 都是非常困苦的 一个在海边长大的孩子 他们必须要面对生活中 不管是做瘟还是做心 其实是没命没人的 很没用 可是后来回想起来 几十年后 他们一起相见 想到的却是小时候 一起去逃学的经验中 得到一种生命中 自由的感觉 还有在那个过程中 他发现 我兄弟带我去 所以我会放心 因为这样观察 其实兄妹琴 几十年之后 再次相见 还是觉得很温暖 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发现 其实有些时候 还是真的要很感谢 在做工行善团里头 其实有很多 我们看不到的缘分 而那些缘分呢 也许就一直生满在 我们生命的记忆里 有一天你撞见了 他就像是一个 繁花锦束的花园 什么花都开了 美好的记忆都来了 所以刚才秀英提到说 去看到那些困穷的人 觉得他们 没有很好的一个 身心健全的日子 未来的路还很长 不免就想到自己 虽然辛苦 但是 我们还是有健全的身体 也是老天 给我们很大的福报 所以我就想请问三位 我想其实在参与 整个志工团 不管是我想像秀英 跟洪夕 你们是在做有期志工 那刘登和先生他主要是做拍摄也很多场了 你们有没有最想说的一句话 就是希望说大家平安是最好的福报 了解 所以每次就是用给大家平安的心去尤其他们家的门面就对了 怎样秀英 能够做 帮忙 帮忙 是圣公做好的福报 了解 我们圣公 还有身体很勇敢 我都帮助别人 对我们自己做好的福报 了解 所以你们两个做油菜 有很多东西 油菜这个行动 你怎么看 做一个油菜工 做一个油菜这个职业 其实 你们想到大家都在那里面说笑 但是有点辛苦 第一个气味就不太好 第二个做成这样 只靠在那里面擦 也是辛苦 你怎么看你做这个油漆这个职业 要是帮忙做一个艺术品的心态来做 特别说辛苦 好啊 那秀英呢 我感觉做油菜做每一堂 我的感觉是职业要有一个 职业得到 对 没错 我要求的时候 除了在那里面说 咱们没有做 我们职业得到要过去 对 不可以秤菜这样做 了解 对 所以你做油菜 我还要问你一个根本问题 我们做这个工会 我感觉你油漆工会出来 大家最快乐 你如果要听笑话 你哀在他们身边听都有了 什么都有了 那问你一下 你怎么会跟我说笑的 因为我们油漆有一堆生意 江湖担开多开 所以做油菜的台 都看得很开 心情大家很快乐 哦 这样哦 油菜六天 谁还说六天 我们曾经他担多开多开 他们的人生比较快乐 我家里在做 我感觉油菜还没缺 做肉的人比较缺 真的吗 油菜在江湖 我们曾经睡觉 要喝啥 就喝啥 就喝啥 所以你那些娃娃 大家都好朋友 对 比较四海之内先凶 都是兄弟的那种 油菜都会想 炭这个干锅钱要开我开 所以我看很多油菜都没缺 都很想开就对了 所以心外变得感觉都很外向 所以大家很开心 对啊 油菜说的 开启的是宅散 放下来是宅散 哇塞 你们真是好学问者 没有错 真的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有些时候是这样 当你发现 第一个我觉得从他们两身上看到 一个对自己身心健全的一种知足 第二个他们又愿努力做事 第三个他觉得 赚来的钱辛苦 有些时候人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 当你对自己好一点之后 你也同时 因为这样的快乐 对别人好一点 不是吗 那当然我们最后要问一问 这个刘登和先生 这个他主要参与的工作 事实上是在我们 这本书写的512页 还有我们在所有的参与 即使到现在 我们在做这个广播节目 他还是拿着他的手机 跟他的相机 在做拍摄工作 我想请问你 你有没有特别想说一句话 每一次拍摄都是在昏暗的角落 我看很多理事长 或是一些志工都趴在很脏很乱的地方 虽然拍的不是能够很清楚 但是第一时间能够感受到说 他们愿意这样的付出是很不容易 我比较希望说 这本书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 更多的投入在这一些帮助弱势团体的人的身上 能够更多的抑举 了解 其实我也要呼应一下 我们师长讲的这段话 是因为 我记得我们去做场刊的时候 那个整个厕所 真的非常非常的无语形容的 蓝驴跟破烂 然后那个杜文宝 这个电器工会的理事长 他们临着先锋部队 哭哩哩哩哩哩哩 整个身体趴下去就这样拍摄了 像他这样子 所有做工行善团中的这些人 其实几乎每个都有这样的身段 那个身段叫做 不畏艰难 该做就做 所以其实在我们拍摄的时候 那个框框里面 我们看到许多的感动 对他们的身影 真的也是由衷的敬佩 我相信每一人的每一份爱 常常是由自己的心田做出发 当你的心有了这份爱 借着你这样的一个付出 流入别人的心田之后 它不仅可以丰富自己生命的价值 也可以丰富别人的未来的虔诚 同时也丰富我们的社会 集体的善良 一起做好事 是一个最高尚的品德 也创造我们作为人的一个价值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我们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些故事的 台南市由企业职业工会的 志工家族夫妻党 吴宏心刘秀英 还有我们师长刘登和 谢谢